家印有屋主出示了這段監視器 可以看到有竊賊闖進他的店裡頭 要來偷東西 那麼最後是裡頭的八千塊 還有一盒餅乾被偷走了 不過老闆很氣的是說 當時候為了這包餅乾 還跟老婆吵架 來聽他怎麼說 我為了要找那個餅 下班之後 還不是要回來找那個餅 找牧 找牧 我想說我媽給我偷吃 我就找牧梨輪 她說牧 我們兩個人為了那個餅乾 還回來找 還去車上找 還去廚林找 都找不到那個餅 尾到那個餅兩個 騙了火拼 結果 他為了要 我們母為了要證明說 他沒有偷拿餅 調真正式去看 看花椎 所以香港計畫就是說 要夭壽 差點進來 而這個妾子不只偷他一戶 還到處偷 那連續數日都是利用這個被害人住家 沒有人 沒有人在家 或是這個門窗沒有上鎖 就直接徒手侵入住宅來竊取財物 那麼警方掌握對象也找到了這名男子 而讓屋主生氣的是餅乾被吃掉了 而這個餅乾是朋友送的 那麼現在也氣得說要來懸賞50萬元 要將他給抓回來 拜拜